看看新闻吧 很期待爱情 当天谈及其在唱情歌时 会否因此触景生情的话题 张纳拉显得极为羞涩 称音乐传达了对感情的寄托 张纳拉回来了 只不过提到她 大家还是会对那句 中国人人傻钱多心有余悸 希望她在中国发展